2021年台北世大運即將在8月登場 大有平面媒體報導自出 台北市政府舉辦世大運 問題層出不窮 包括豪資21億元新棋的籃球場 只能夠辦預賽 還有選手餐廳的菜單出不來 對此世大運表示 籌辦任何面向都可供各界檢視 世大運即將在8月中舉行 台北市長柯文哲曾經說 要辦得比之前中國深圳 以及韓國光州都要好 但就有平面媒體報導自出 世大運問題多 包括籃球場起了不能辦決賽 採購出包等等的這些問題 世大運被質疑的部分 包括開閉幕典禮使用的大型LED螢幕 差點以高價向中國租用二手貨 比賽使用的計時計分系統 用的是8年前台北廳奧的老舊設備 更加誇張的是 耗資21億元新棋的籃球場 只能夠辦住賽 決賽必須去到台北小巨蛋來舉行 還有選手餐廳疑似綁標 賽單也難產 對此世大運發言人楊景棠否認綁標 並且表示這個星期賽單就會上線 另外由於籃球場的場地需求量高 沒辦法單一場館就處理所有賽事 才會在小巨蛋舉辦決賽 同時強調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開幕式 器材租任價合理 相關程序都是以採購法來辦理 疫苗接種是疾病防制上最具成本的公衛措施 大民間團體召開記者會表示 目前台灣疫苗費用 正是佔國民醫療保健總支出的0.17% 相關資源投入明顯不造 呼籲政府建立疫苗基金來穩定裁員 並且制定疫苗部分負擔配套方案 國內流感疫情遲早上週出現24起群聚感染通報 亦都新增三例死亡個案 都有慢性疾病史 亦都沒有接種本季流感疫苗 疫苗接種是疾病防制上最具成本的公衛措施 大民間團體支出 目前台灣疫苗費用 正是佔國民醫療保健總支出0.17% 而英國、瑞典、德國等先進國家 比例高達0.45% 突顯台灣相關資源投入明顯不造 民間團體亦都發現 台灣疫苗經費年年短缺 甚至過度依賴厭券 另外台灣疫苗採購合約 以一到兩年短期合約為主 一旦國際疫情或者疫苗供應年波動 容易影響常規接種計劃的執行 而且除了現行常規疫苗 亦都應該推廣 比新疫苗全部導入供費注射 責管署表示國際疫苗是寡佔市場 的確容易受到波動 因此同進口疫苗廠商簽約部分 已經由原先最早期簽一年 擴充到簽約三年 另外亦都會努力爭取編列預算 來穩定裁員 台大公衛學院首次公佈 影響國人死亡危險因子排行榜 高血糖、食煙和高血壓是前三大健康殺手 而為了減少國人攝取過多的糖 國建署亦都預告國人營養基準修訂草案 首次建議每人每日糖的攝取量 最好是不要超過總熱量的10% 天氣越來越熱 不少人喜歡飲手搖杯飲料 有些人還會再食蛋糕或餅乾做點心 不過這些高糖食物食多了 恐怕增加糖尿病風險 台大公衛學院最新研究發現 高血糖已成為影響國人死亡危險因子 排名第一位 台大公衛學院與國建署合作 根據國人健康資料庫 三高性行率 以及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站等資料 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除了高血糖之外 影響國人死亡危險因子 還包括食煙、高血壓PM2.5 以及高納、低蔬果的飲食習慣等 而為了減少國人攝取過多的糖 國建署亦都預告 國人營養基準修訂草案 首次建議每人每日糖的攝取量 最好不要超過總熱量的10% 國建署表示 國人十大死因中 除了意外事故和傷害 有8項都是和食煙相關 因此建議民眾除了切發芥煙 三餐盡量少油、少鹽、少糖 多攝取高纖索果、保持適當運動 遠離死亡危險因子 空汙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應該如何有效管制呢 環保署最近修正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 空品惡化等級分成五個等級 當達到最嚴重的一級 自有電動車 還有就是在1801年之後 所生產製造的那些大眾運輸工具 才能夠上路 台灣空污日益嚴重 環保署從前年開始著手 修訂防制辦法 9號開始實施 如果PM2.5濃度達到35.5微蝦 橙色的預警二級 就會開始要求工廠自主降載 預計全台76個空品測站 平均每站每年 會有一成的天數達到這個標準 如果空污符合紅色的預警登號 就連二行程機車 也都會開始受到管制 如果PM2.5濃度達到150.5微蝦 就是嚴重惡化三級 二行程機車和老舊柴油車 都不能夠上路了 而高中滯以下的學校 亦都禁止戶外活動 在更嚴重戶外運動賽 可以全面禁止 追嚴重的惡化一級 甚至可以要求 只有電動車 和部分交通工具可以上路 環保團體認為 分級制度雖然重要 但管制措施如果被工廠 民眾願意配合 從源頭嚴格控管更加是關鍵 環保署自出 未來會以秋冬對工廠收的空污廢 退廢制度作為配套 鼓勵工廠降載 減少空污排放 至於二行程機車的管制路線 這個就還要等地方政府 9月議定出來 民眾才有得依存 為了輸解每逢假日就塞的 國度5號車樓 過去外界曾經提議 開放雪水變換車道 不過高工局在檢討之後 認為開放對增加容量效益不大 而且有追撞、側撞、還有致撞的風險 因此決定維持禁令 每度週末或者連續假期 通往宜蘭的雪山隧道 都是會變成大型停車場 為了輸解車潮 日前雪水的最低速限 已經提高為時速70公里 現在外界希望能夠開放 雪水裡面可以變換車道 高工局經過通盤檢討之後 還是決定禁止開放 根據高工局分析 103至105年雪水內外事故 北上方向隧道外少市率 大約是隧道內少市率的2.2倍 南下方向隧道外少市率 大約是隧道內少市率的1.2倍 顯示執行嚴格行車安全 可以提高行車安全績效 而且經由微觀無疑分析 如果開放不上隧道中後段變換車道 亦都只能夠提升4-6%的容量 效益不大 加上雪水沒有路見 開放之後發生側邊追撞 佔用就不止是一個車道 恐怕造成隧道中斷營運 高工局強調雪山隧道長達12.9公里 隧道內行車環境和一般路段不同 一旦開放變換車道 容易產生不確定的危險機率 而且公路警察稿 亦都從今年6月15日開始 實施雪碎科技執法 取締超粗、貴粗、任意變換車道 惡意逼車等等的這些違規行為 都可以減少慢速車對車流的影響 6月3日豪雨重創雲林農業 其中短期葉菜類災選慘重 每逢供貨減少菜價上漲 農委會就說要捉菜蟲 釋出冷凍蔬菜來平映密價 對菜籠收益造成失衡 對此雲林院長李進勇認為 中央農政單位應該尊重市場供需反應 不應該有太多行政干預來擾動市場機制 小白菜浸在水裏面 農民叫苦連天 6月3日豪雨重創雲林農業 其中短期葉菜類損失慘重 復耕需要3至4週的時間 但是面對葉菜功課恐怕不早 農委會說要捉菜蟲 或者是吃出冷凍蔬菜平映密價 農民感覺很無奈 對此雲林院政府表示 去年法務部大動作 查緝、捉菜蟲 檢調單位、農委會和公平會 並分多路到雲林多處 生產合作寫查緝 但是就沒有團職、控台密價 但是這樣的動作已經造成民怨 雲林院長李進勇就說 前半年菜價低迷 好多農民賠本種植 現在好不容易菜價回升 農政單位就以釋出冷凍蔬 來平映密價 對農民是疑似傷害 李進勇強調要解決菜價問題 應該要了解產銷失衡原因 而不是將所有過錯都推給菜蟲 如果給農民好的生產環境 才能夠確保國內蔬菜供銷穩定 台北市的非營利幼兒園 7號進行第二階段 也只是一般生的入園抽籤 不過因為工又難抽 私有的學費又太貴 今年台北市的18所非營利幼兒園 一共釋出2,400多個名額 依然競爭激烈 從籤筒裡面抽出行運儀 看看哪個家裡的小朋友 可以就到幼兒園 台北市的非營利幼兒園 在7號進行第二階段 一般生的抽籤 幾家歡樂、幾家仇 今年抽不到明顯再努力 以這間非營利幼兒園來說 又有20個證取名額 有95個人報名 小班一般生子有6個名額 但是有82個人要來搶 中班更加是在第一階段 優先入園的時候就已經壓滿 有家長不滿 政府因應小子化 鼓勵民眾多生小孩子 但是託教育措施就不幫忙 雖然非營利幼兒園 也都有第一階段的弱勢 加油三胎等優先入園的條件 但是因為家長一次可以報很多所 不止公佑只能夠在學區裏面 報一鎖 幸運的話可能一次就會抽中一鎖以上 因此最終名單8月底前 還是會持續變動 而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明年預計增設非營利幼兒園 希望能夠滿足更多父母的需求 根據聯合國難民處統計 全球難民總數超過有兩千一百萬人 有減於國際難民所面對的嚴峻困境 世台聯合基金會和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合力捐贈了有三萬件冬天外套 幫助難民孩子渡過嚴冬 若旦的難民兒童一拿到外套 迫迫及待地穿在身上 這個可能是他們度過寒冬的保命符 根據聯合國統計 世界上每天有將近三萬四千人 因戰爭被逼離開家園 其中二分之一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為此世台基金會發起國際難民援助計劃 捐贈三萬件外套幫助難民孩子 在寒冬中生存下來 我們有一個台商他是做夾克的 他說我願意出材料費 所有材料費 基金會就要幫我出工錢就好了 所以我說好啊 那一件它的成本是七塊錢 所以那材料費三塊錢 他吃下來 我們就要負責四塊錢的 透過我們的在地的台商會 土耳其的台商會 希臘台商會 奧地利台商會 然後就做完第一次的發放 2016年1月和3月 世台基金會 捐出兩萬五千六百件的外套援助難民 雪中送炭的行為引起廣大迴響 促成2017年第二次的捐贈活動 為了確保資源能夠抵達所需孩子和家庭 西台基金會在約旦、土耳其、希臘 分別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花了五日時間全數發放完畢 超過一百位全球台商自發組成 逐節已經是繞了大半個地球 台商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有 所以我們就在商會裡面 我就在商會裡面發起 成立一個NGO委員會 專門來做這跟當地的配合 在慈善、救濟、環保工會這些工作 回饋當地的異舉 當然也沒有忘記故鄉台灣 遭受八百風災、無情摧殘的南台灣 修復整建 西台基金會也都沒有缺席 八百水災 所以我就借用透過這樣一個 世台聯合基金會 就是非牟利的慈善機構 就用這個機構來凝聚所有北美洲的 這個商會的我們的會員 然後大家擅心地來抖內 來捐款 就這個錢整個透過世台 來幫助我們台灣的小林村 西台基金會投入於慈善救濟 從2009年成立以來 贊助計劃遍佈北美洲、南美洲、歐洲、亞洲和非洲 洛西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 令到外心無縣佛街 台中特教學校學生黃冠俊被判定是中度多重障礙 但他熱愛音樂 忍著肢體的疼痛努力學習著事鼓 去年不僅獲得全國新像才藝第一名 亦都獲得總統教育獎的肯定 18歲的黃冠俊熟練地表演著事鼓 他還獲得全國新像才藝第一名 而且還獲得總統教育獎的肯定 但是這樣的成績並不容易 因為他從小來患刊健疾病 被判定是中度多重障礙 而且還曾經是特教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 黃冠俊以前上課 黃冠俊自稱表示 學生在入學之前 老師就會到學生的家和家長訪談 要了解學生特質和興趣 入學之後會依每個人特性安排課程 就是希望能夠令到這些特別的孩子 都能夠自己走出未來的一條路 今日的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